香港時間就晚上四點了,清晨四點 我這一節本來想早上講,結果就提早了 因為還有一節有關澳洲的,就是黑問那個說法 那個我就要放到下一節 但是在這裡我開場之前,我都鼓勵各位 如果是見到那些,有幾隻熱狗是我覺得大家要全其煞滅的 柳正,葉建豪 接著那些黃少奇有關的page,或者IG就行禮 定期檢查自己Facebook有沒有禮了那些不應該禮的東西 現在呢,這班人是搞影子作戰的,我們要當他們敵人 很簡單 這些不是事源這些人呢,是收好錢可以什麼都行的 甚至他們沒有黑警的,尤尊 我也是說那句,你很怕是誰 你不說不要緊 可以憑呢,我就會另外,我就要求Calfair提交 究竟,他那個red host成功的四面間 因為沒有point的 你這麼多DMC的東西,我又沒有說完 你去憑,你又沒有拍機,去憑 那我只有兩個選擇 不然我就叫Calfair提交給他 不然我就 我只要找這間好性公司,沒有就知道 我就知道他,我就知道他是什麼 不簡單 Anyway,好了,那言歸正傳 那現在就據聞呢,AUK,US,他去到這一步就是呢 會,澳洲會先買,有人說四隻,有人說五隻 Wirginia class的核動力攻擊潛艇 那用著先 那等到之後澳洲和英國自己研發核動力潛艇 那時候就再計算 為什麼會先買Wirginia class的潛艇 那些人會覺得,嗯,搞什麼 那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暫時來說,美國的工業 以至美國現時的生產 Wirginia class的核動潛艇 可能是最快手的 澳洲可能是比他預計中 應該還要做多些核動的潛艇 現在 2023年 一隻 Wirginia class的核動潛艇 一般來說要兩年服役的 兩至三年 由這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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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可以 服務 三年 三年走不了 這個 那 technically 如果這樣來說 因為呢 你說的是應付 27、28年 澳洲和英國呢 有時間的 可能美國提供技術 圖紙等 讓他們抄襲 英國本身有潛艇製造經驗的 他本身都懂得做潛艇的 那他就 大家研究 然後就研究一個 變成一個潛艇界的F-35計劃 那些 他有時間的 澳洲和英國 如果你說台海戰爭 2027、28年才爆發 可能用一些時間研究 然後可能有初步結果 未必要 應該這麼急 order 美國潛艇頂著線 那但是 現在的情況就很不同 那 如果真是 一旦 中國 會 會襲擊 現在中國會襲擊澳洲 那 如果真的會有戰爭 那 第一件事就是 澳洲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現在的潛艇不夠 對著中國就不夠力 OK 那怎麼辦 那當然 美國海軍會防守 但是 都不夠的 那 剛剛好 其實你看回 維州尼亞級 維州尼亞級 就是 在2014年 4月 那時候 他就order了很多隻 的 OK order了 那張單 有成 大大話說 2014年 那時候 他order了整 8 隻 核動的潛艇 維州尼亞級 那 2017年 這單 2020年 就全部服役的了 另外 那另外有兩隻 2018年 冷凍的 有一隻就服役了 另一隻就未 那應該要多一點時間 那 然後2019年 又冷凍了兩隻 那 2020年 又冷凍了兩隻 跟著 2020年 到2021年 受疫情影響 都冷凍了 兩隻 那 還有一隻 就是Block 5 就 去年才 這單 就是阿里桑那 號 你從這裡 你可以 大概 而且美國 會 有意興建 到 現在他order 2019年 補加order 就加多 四隻 那他另外 還有四隻 計劃中的 那其實呢 他們都準備好了 你可以 想到一個 就是 如果 澳洲就是急需 要核潛頂的時候 第一 就是現在 會馬上加大 規模 他已經準備好 acquired 那些東西了 第二 就有可能 就是 有什麼事起 美國現在 正在興建 那些 核動的潛頂 可以盡快完成工程 之後 馬上給澳洲 讓澳洲有得用 我說 那些人和核動的潛頂 都要訓練 你要訓練的 要訓練一些人的 但問題 澳洲基本上 都是北約武器系統來的 都是跟北約的 那些東西 要訓練都容易的 因為換言之 美國是有意 去加入這個計劃 就是 它作為 澳洲和英國的兵工廠 就是 在澳洲和英國有自己的能力 研發 就是有完整能力 大家一起做核動的潛頂 之前 美國 首先 就做你們兩個國 特別指澳洲 做你澳洲的兵工廠 我和你 不斷製造 維州的20級 幫你能夠頂住 澳洲也有需要 因為澳洲的海大 但是 他沒有核動的潛頂 就真的有些 其實是有些問的 就是之前 發掘賣給他常規動力 但是你對著中國 這個 敵人 用常規動力 有條塞嗎 結果 仍然都是 美國買核動力 美國買核動力 現時的情況 就是 美國有生產力的 美國有 現在做的那些 Block 4那些 不是Block 5 是Block 4那些 那他就Block 4那些 先給澳洲 頂住 至少真的有戰爭爆發 至少我相信澳洲手頭上 有一隻兩隻起手 或者美國要均援澳洲 那些事 就馬上有得用 因為已經沒有東西要命 只不過我美國把交貨次對調 我剛剛來一隻新的 我就給了 然後他現在正在興建 還在做的 那那個就要我收 跟台灣的方法一樣 他跟換作台灣的方法完全一樣 是這樣的 因為隨時 隨時從中國打 如果同時從中國打的話 那你有什麼選擇呢 你唯有就是 Veginia Class是最快的 這個是很現實的 而且美國可以隨時 要求加多些工人都可以 因為他做開了 因為Veginia Class 大大壞壞都做到很多隻的 其實 就是由Block 1到Block 1999年 1999年第一隻是比較長,用了五年時間 第一隻那些,第一、二隻就快一點 但是去到之後那些就很快 甚至去到最快起來的時候 有一隻叫做新刊報12號 2007年這單的 由沖縱動力那邊負責 2008年2月呢 就已經Launch了 2008年10月就可以服役 換言之呢 如果美國真的要快起來 一年半是可以弊一隻的 一年半 如果他要加快 如果他一年半可以加快的話 他手頭上有... 他至少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相信美國手頭上隨時 New Jersey或者Ritt Overhaul 可以隨時轉為澳洲軍方 他也可以把... 像現在製造這些 例如亞歐亞、墓士項 這些這些藍籍 她全部交給澳洲 這個就沒問題 澳洲要四隻 如果真的要應付 台海戰爭的話 就可能先給有兩隻 你也懂不得 生產力沒問題,美國人沒問題 而且還有一件事就是 美國才有全力去生產 我剛才講到2008年那時候,即是金融海嘯那時候 美國可以一年半做一隻核動力簽證給你 那我想問,現在哪個國家有這個生產呢? 沒有的 美國弄到船奧還可以嗎?美國有這個能力 美國現在可以有必要的船奧 美國有必要的船奧,其實美國手上的命令 基本上它有的額,有整... 拉下了的,還沒服役的 OK,拉下了還沒服役,即是還沒啟動的 它有八隻錢的起手 而且如果真的要加快的話,它可以怎麼知道八隻 它隨時有十幾隻錢的起手 這個就是美國的那個恐怖的軍事能力 因為如果美國要真是全力去做核動的潛頂 它一定是供應到給澳洲的 它將它手上的那些盡快做完呢 是吹,不知道是吹,但如果它要盡快做完的話呢 這麼多隻裡面,它抽四隻給澳洲沒問題的 所以其實它講到兩三年後的服務 實際上就是,就算現在中國來打 我美國也還有貨給你 當然美國也需要... 你要記住這件事,美國... 它就會趁機這樣 轉了訂單做第五代... Block 5 的... Virginia Class 的潛頂 因為它有一隻就躲下了 但是就還未 launch 的,OK 如果 launch 了,即是通用動力那邊 即是 General Dynamics 2 的 Boat 那邊 它 launch 了的話,是有機會... 它變了呢,它其實如果是... Block 5 走得穩定的話 美國其實不介意給了那些... 現在手頭上的Block 4 因為... 它其實它現在建的有... 7隻是Block 4,OK 7隻還在建 然後它Block 4 都... 它Block 4 都幾多 它有兩隻嘛,走得穩定的嘛 走三隻,還有三隻 有些是究竟才服役啊 那麼它可以這樣的 它可以留Block 4 轉Block 5 Block 3 都可以,都沒問題 但是... 所以現在就怎樣... 要... 澳洲... 這個對穩住澳洲的軍心很容易 因為澳洲政府最少知道就是 如果真的中國打過遊戲 真的要打台戰爭 澳洲手頭上不會沒有核東的錢 這個信息要很清楚 這個就是為什麼要無端端 安排下個星期一訪問美國 就是澳洲和英國首相 然後訪問美國的時候就公佈這件事 它的原因就是要穩定 你也要告訴中國看就是 你夠膽打澳洲 你夠膽打台灣 你招野的 你是一堆核動的潛艇 不是常規動力 你慢慢都是 你不止是美國會有 是連澳洲都會有 其實這麼近澳洲都有 Virginia class 他準備準備作戰 那麼中國就是這樣 因為對澳洲來說是夠的 因為他不是攜帶核武器的 他不是Nukle Weapon那些carrier 他不是的 他這隻Summerlien是打常規武器的 打常規武器 中國就對了 打中國 當然如果要打核武器 最好就是 要找大澳 要找英國或者美國出手 英國或者美國 但是那時候做事才算 到時候 你用黑武器就拍到世界 但是至少澳洲是不怕武器 這個訊息很重要 就是告訴習近平 以美國的工業問題 你試一下打台灣 你試一下打澳洲 你會有代價的 你是不會搞定的 這個是要嚇的 要嚇習近平 這個不適合 一定是嚇了他 這個就是整個 整個玩法 背後的合理性在哪裏 就是這裏 澳洲是急用潛艇的 那他急用潛艇 也可能會和中國有所衝突 盡快 穩定了澳洲軍心 亦都想意圖阻嚇中國 意圖 OK 但是有一件事 我都這樣 我這樣看 中國是不會受嚇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不是Virginia 是習近平瘋了 有一件事 我還沒決定說不說 其實就是 俄國賣了一堆 高純度的有原料給中國 他們給中國用起的 那些快速增殖爐 因為快速增殖爐是製造杯的 它的副產品是杯 杯是核彈原料 換言之 中國是向俄國加緊做核彈 那為什麼呢 你不會加緊用核的 如果中國 向俄國買核 第一 中國就負擔部分 俄國那個 Aponic weapon 那個 expense 因為你買了那些原料之後 就中國命聽 就不是俄國命聽 給了錢 但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 中國可能用核 有意用核 如果中國有意用核的話 就是這件事來的 就是 中國經常都說 他不會用核 我不相信 只不過就是 中國 我現在就開始摸到 中國反對俄國用核的真正意圖 就是 我都沒有用 你先不要用 要一起用 兩個變態 但是要全身眼鏟 神經病 所以 你說 現在的狼狼 正常的戰略 對中國來說 美國都要做的 這一步都要做的 那些維州尼亞級的潛領 就是 ready to use 一 開戰的時候就可以接戰 OK 一開戰就能用 這個很重要 但是 我想 另外一個 但是你說 為什麼中國不受核 就是中國打算用 就是 大家都預期中國會打長歸戰爭 但是我想 習近平想用核 習近平不是想用普京去用核 是他自己用核 這個才是最得人的 你知道 習近平變態 沒事的 他用核 用在台灣搞得你做不到晶片 因為那些核福射污染 什麼 用不到晶片 全民攬炒 習近平常想的東西都是攬炒 他人對世界有報復心太強 所以你說澳洲會不會跟中國 一無意中 拆張走火 開了戰 就好像前澳洲首相 大家都覺得他親身理中國 中國通了一個黑文 這麼說 這麼奇怪 有機會 無緣無故開了戰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怎麼知道 現在什麼時代 所以如果要預備 為了開戰的年代 隨時都可以開拖 然後我覺得是買 我還是準備買 Virginia Class的Summer Marine 這些Pay-per-work都要時間的 大佬 澳洲政府批准到 美國政府要批准 然後到 真是又把訂單下來 都要一點時間的 我想 那些Pay-per-work用幾個月 但是我想那些Pay-per-work 就真的是 那些Pay-per-work 就是 開了軍援的那條奧用 現在買這種武器是為了軍援的 其實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些Quota 人家美國很難抽一隻 潛艇給你的 所以他一定有這些Quota 放在那裡 即是他跟台灣一樣 台灣買那些 AIM-120 或者是AGM-88的那些導彈 那為什麼我現在買來幹什麼 我買來 又不是馬上用的 那些人說 他不是馬上用的 是如果有馬上一旦有事 那些美軍的倉庫 我先拿給你 即是他於理有據 他不是我問國會的軍門 我說 因為他緊急情況 我提早由美國美軍的貨倉給他 即是代為Deliver的貨 那些什麼 美軍問那些武器公司 問軍火箱 直接我的心火就給自己用 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他為了有一個軍門高打 為了台灣可以馬上用 澳洲可以馬上用 我在說之後 美國有很多的 agreement 美國會傳開軍火工業 即是正如你說 會不會 德國的軍火工業傳開 Of course 其實現在全世界都要求 德國全面 開Turbo這樣做軍火的 其實都會的 一定開Turbo這樣做軍火 不用了 因為他不開Turbo做軍火 沒有應付現在的局面 現在的局面 真的會 隨時會開片 如果隨時會開片的話 你當然 美國也都可以借出幾些 這些電單 和光火的公司 即是和那些武器的公司 也都為了這些電單 可能怎樣 加大機器呀 船奧那些投資 那時候提早做 因為這些投資 現在就要做 但是問題就是 你戰爭都還沒正式來 那時候我怎麼正式投資呢 你股東會問 會吵架你 會有影響業績 但是現在 澳洲的訂單 我預期會得到 已經 訂單一定是我的 澳洲有幾艘船的訂單 是急的 變成他就能夠進一步投資 即是船奧那些設施 即是原本 現在只有兩個船奧 可能變成三四個船奧 請多一堆工人 他全部都於你有居 是這樣的 其實澳洲都很急用船奧 澳洲有急用船奧 你知道其實 將船奧遲早會打 差幾時的 所以說 金箭打都不出奇 因為金箭打的話 就算美國緊急 潛艇的潛艇 都趕得及 是澳洲的人 可能操縱潛艇 不是澳洲的人 可能是美國的專家 幫他們操作 都不出奇 暫時都沒有問題 可以接受的 因為事實上都是美國打的 美國跟他們一起打的 如果真的在台海 台海有事 所以現在這個狀況 即是香港人總是覺得 現在還是太平情勢 什麼情勢 就是 習近平就軟糕家人 對外面就軟糕家人 對外面就軟糕家人 對外面就想軟糕打人 你覺得這個世界太平 就這樣玩 當然你看了幾天 今天9號 11號 人大政協委閉幕 11號人大政協委閉幕之後 應該有多些細節 中國政策的事情 我猜都不會好事 我猜之後就看 習近平什麼時候訪我 習近平一訪我 一確認 大家都知道沒有好事 之後 就這樣簡單 好了 我現在這一節講到這裡 下一節香港時間人早上 很好